鏹片 嗨 阿松頻道的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回來阿松的頻道 今天是日本的半熟禮系列 今天要開箱的東西比較特別 算是半永久保存型的 這個是 這是罐頭蛋糕 這一個是 沖泡式的珍珠奶茶 我今天就想要介紹一下這種類似 防災小食品的東西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的,在正片開始之前 請先訂閱一下我的頻道 順便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影片的通知喔 喜歡本部影片也可以幫我按個讚 我們就開始開箱囉 GO 眾所周知日本是一個天災特別多的國家 常有地震、海嘯、還有最近的肺炎疫情 所以他們的防災意識會特別高 而孕育出許多防災食品 這款起司罐頭蛋糕 雖然沒有特別標明是防災食品 但標榜何時何地都能品嘗又擁有長期保存的特性 而且還能夠保存三年之久 我想多少有一點防災用途啦 接著是近期在日本聲望很高的珍珠奶茶 更況是這杯主打自己的珍奶、自己泡 要價日幣380元折台幣100多的價格 相比日本要價六七百的市售珍奶 可能自己動手樂趣多 所以少了人工的價錢就變便宜了 至於味道嗎? 等等再跟大家分享吧 我開水已經煮好了 我現在處理這一個 手沖式珍奶 這個珍奶是我在 池袋吸口那邊的PARUCO吧 PARUCO百貨那邊買的 哇這個已經被我弄破了 破坑裂掉了 有點緊 它打開裡面就是這樣 然後附你一根吸管 珍奶的吸管 好一包 珍奶粉 靈魂人物的TAPIOKA珍珠 哇它珍珠超硬耶 上面寫乾燥珍珠 我覺得珍珠真的是超級硬 說到這個硬硬的珍珠 就讓我想到我第一次來日本的時候 去年有去上野公園看那個台灣記 我就買了一杯那個沒有煮熟的珍奶 真的把我氣死了 上面還寫著加壓加熱殺菌 好我們就全部把它倒在一起好了 因為這個東西要 要等它五分鐘 要花時間 喔好化學的味道 沒有天然味道 雖然天然最好 但是沒有 整個都是茶精和奶精的味道 我這一包還不小耶 這包一大包 不過也是有個認知啊 這種東西也一定是百分之百純化學合成的 還有甜點的胸口 哇這個 量很多喔 這個粉 好接著就是這個 神奇珍珠 哇這個 包裝真的是 超級緊 有耶有那個珍珠的那種 黑黑的 甘甜 甘甜嗎 有點漂白水的味道 啊我的珍珠掉了 好不要理他 這個是珍珠 我怎麼覺得有點像是 中藥啊 還是那個奈良的露扁扁 這個就是珍珠了 好硬喔 真的是露扁扁耶 好我們把露扁扁全部放進去好了 大量露扁扁發生中 所以這個加入85度到90度的水 喔喔喔喔不要加太多 他說要加到這條線上 好我們就用它附的吸管 一直攪它 哇這要攪5分鐘喔 好我已經攪了3分鐘了 我覺得有點厭煩 而且它這個 蓋子超脆弱的 我打開的時候就爆掉了 完全沒有附這個東西的必要 好我們就先放在旁邊好了 讓這個露扁扁稍微軟化一下 我們才能夠喝到很珍珠的珍珠 這個是我也在百貨公司裡面看到的 這種長期保存的 這個蛋糕我們就馬上開箱 喔喔喔喔大聲 它應該是有把裡面的氧氣給沖掉 好香喔 很香耶 我一打開就有那個起司的味道 倒出來給各位看 倒不出來嗎 蛋糕卡住了 兩天蛋糕 還滿有模有樣的耶 好漂亮喔 很漂亮的 烤焦痕跡耶 哇這個好漂亮喔 這個蛋糕有值得 花了大概五百塊買兩個小小的起司蛋糕 味道超級香的耶 味道超香 再找一個出來 脫氧劑 它這個也是很漂亮喔 每個都烤得很漂亮 把這種長期保存的罐頭蛋糕應該是 先把這個蛋糕先放進去 然後在裡面發酵 直接烤 整個罐頭一起烤 所以才會變這樣子 這個蛋糕 兩個的大小平均身高是差不多的 沒有說哪一個大哪一個小 剛好就填滿整個 整個罐頭大概看起來十公分吧 大概十公分的高度 大概就是這兩個蛋糕的大小 大家還喜歡嗎 好的我們的鹿餅餅 也已經等了它五分鐘了 應該有軟化啦 我先來喝一口傳說中的 蔥泡式珍珠奶茶它的味道是如何 有點燙 喝起來我覺得它的奶香味和茶味都有耶 反正就是一整個是很化學的味道 不過也沒有我們剛剛開箱的時候那種 化學味那麼的嗆 因為它已經融合了 變成完全體的珍奶 那接下來要檢驗的部分就是 傳說中的珍珠 沒有珍珠 傳說中的珍珠 還是沒有珍珠 不好意思 它珍珠經過沖泡之後就會變這樣子 看起來是比較半透明化 應該是有泡熟啦 我吃一口它的珍珠看看 它珍珠怎麼吃起來有點像湯圓啊 剛剛還是很硬啊 它現在泡軟之後就 因為它的珍珠裡面 這個鹿扁扁裡面 它沒有一個固體核心 你知道嗎 所以我吃起來一整個咬下去 就是整個被壓碎了 它不像我們一般喝的那個珍珠奶茶 它是外層是透明的 然後裡面有一個珍珠粉圓 那個粉圓的核心嘛 它裡面是沒有 我撈了一顆珍珠來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它根本就是一顆黑湯圓啊 它裡面沒有固體核心 怎麼看都沒有 整坨這樣如果一壓就不極意變這樣 它口感一定沒有比我們在台灣 喝的珍珠奶茶要來得好 它這個口感是可以吃 可是吃起來是有點像湯圓那種感覺 比較軟爛的一種小珍珠吧 這個露餅餅好燙喔 不是這種化學味道 它是真的是有起司味喔 先把它剝開來看看 還不錯喔 看起來有蓬鬆蓬鬆的感覺 這蛋糕一定是及格的啊 上面還有一小塊的起司 黃色的部分 這蛋糕好吃耶 這蛋糕大家有看到的話 那在日本逛百貨公司的時候 可以買回來試試看 有點小貴啊 兩個這樣好像500 我記得它是有三種口味喔 那我是買了起司的這個口味 那如果大家以後有看到的話 可以買回來試試看 就是如果你沒有吃過的話 不然其實這個價錢的話 是有一點小貴的 好以上就是本集的所有開箱內容了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呢 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一下 你是喜歡那種高級的化工原料 蔥泡式珍奶 還是你喜歡那種 起司的罐頭蛋糕 這兩個如果私心推薦的話 我會推薦這一個 因為比較好吃啊 這兩個我相信在台灣應該都 比較沒有那麼常見 尤其是這個 蔥泡式的珍珠奶茶 大家如果以後要來日本看到的話呢 可以買來試試看 我都會推薦啦 只是如果你要吃的好吃 當然是這一個囉 如果還喜歡阿聰頻道 別忘記按讚訂閱還有分享喔 掰掰